桃園環保局工會 是由清潔隊組成的桃園地域地區的工會 今天到這邊是要跟導動部做陳情 是要做陳情 因為我們要做陳情 在我們發現說桃園的這個市政府下面的一個二級機關清潔警察大隊 他不僅苛待執災的勞工 當那個桃園市政府的勞政機關做出一個它的違法的裁罰之後 他仍然要繼續的爭議 這讓我們懷疑說為什麼桃園市政府是右手撒左手 一個政府機關可以不聽同樣是桃園市政府機關的一個勞政的裁罰的一個指令 還要繼續的往上訴願到勞動部 那我們執災工非常的無奈 我們工會決定要跟他一起站出來 去跟勞動部這個訴願委員會 好好的說明事情的真相是什麼樣子 我們不希望說勞動部在這個訴願的程序之中 反而變成了這個清潔警察大隊打壓執災勞工的幫兇 我從103年8月下班的時候 到酒駕、車禍 那到市警局的車禍電視駕駛 我是毫無照折的 所以在這段行動是工商 但是他一直到去年 環境機場大隊都一直在施壓 他說你的附件時間太久了 然後不管在各方面的話 打擊我無所不能 你要告你去告吧 反正我們公務員請律師的話 沒有關係 而不會他們自己出錢 是納稅人的錢 一直到去年 一直到去年 跑去桃園 屬地醫院 沒有一個醫生敢看說我醫療終止 甚至我現在換了到屬角去看 他們也看出來說 你這個病情也是相當的複雜 我必須要持續的復健 整道書也開出來了 但是從去年的時候 的七月 他已經終止我的工商價 但是更可惡的是 他去年年底的時候 連職債單都不給我的 所以現在他們一撇二斤 反正你要告你就去告 反正我們律師也不用 花我們自己的錢 因為我們是公務員 那我們勞工呢 今天我還有一個工會 工會會協助我 那一般的職債勞工怎麼辦 今天陶氏環東出現的這樣子 阻擋員工工商家的這個案例 是非常經典 公務門所謂用過急丟的邏輯 不管是警察 不管是消防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現在在整個公務門體系裡面 其實並沒有 針對基層員工公社負責 職業災害的認定 或者是補償的機制 今天如果公務門 在一個維護公眾利益的狀況底下 在一個維護公共服務的狀態底下 他就更應該保障 底下公共服務部門的受固者 應該要享有 他職在的時候 復健 以及他重建 他自己身心狀態的權利 因為唯有這樣 政府部門才能跟民眾說 我今天提供你們的公共服務的品質 是有保證的 他今天才有 政府部門才有臉講說 今天 社會大眾 如果你想要加入消防員 如果你想要從事公共服務部門 公共服務部門一定會提供給你良好的待遇 不管是薪資 甚至是職業災害保障的待遇 我們在這邊也要講 不管今天是清潔隊員 或是警察或是消防員 我們都拒絕這樣子 政府部門用過激丟的這個邏輯 原市境內 各大大小小的一些 一些私人企業或是公部門 我們對職安的觀念要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的最 最好的做法就是 運作 運作那個職安會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如果有正常在運作 他靠的是我們 廠內或公司內部的一個基層勞工 他平時就會反映一些職安的問題 職安問題反映到我們每一季所開的職安會 公司跟我們勞方代表所成立的職安會 就會針對這些 會產生職安問題 對勞工的一些工作安全有影響的 那我們就要積極去改善 我們積極改善之後 就不會有這樣子的結果發生 盡量就不會有這個結果發生 可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是 大家對職安這個觀念的不足以外 大部分的公司 行號是人企業工部門 他也並沒有真的在運作職安會 甚至幾乎也都沒有職安會的成立 那市長我想請問 那市長 鄭市長是不是 對底下的官員 是不是沒有辦法去做一個約束 中央都已經採罰了 為什麼 為什麼環保局這邊 還是沒有辦法去做 對勞動部採罰做一個處理 已經採罰了 那還要繼續書院 那這個理由到底是什麼 再來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兩套做法 兩套做法就一樣是公部門 你一個勞動部 一個地方政府的環保局 那我看不懂到底是 你公部門跟公部門在對抗 還是公部門在折磨勞工 我們今天公會兩點訴求非常的簡單 我們第一個 我們希望勞動部 能夠再看到我們提出來整段書之後 表態 這個案子 能不能立即承諾 駁回這個桃園集團 清潔集團大隊 對這個執災案件 已經違法的訴諦案 能不能承諾立即駁回 第二件事情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執災的勞工 領行為 當他出示這樣的整段書 專科醫使案書的時候 清潔集團大隊 支方用的一個說法是 你今天是一般的醫院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跟你有什麼 私下的一個交換 所以他用這個方式去 反駁掉今天 指導我們提出來的整段書 我們也希望 來動部今天也給我們一個回應 到底支方 當他這樣子不認同 勞工提出來的專科醫師整段書的時候 他這樣子 算不算違反 勞基法 算不算違反 勞基法第59條的工商價 還有醫藥補償 請問說針對 已行為的這個案件 請問他說 那不時我已經收到那個 經濟俠大隊的術院了 已經收到了 已經在術院前 請問什麼時候會召開術院審議委員會 可以用麥克風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大家可能點到 關幾年 真的是相關的訴求 我們會帶回去 後續會再繼續再出 葉先生說他對於這個數月的程序 目前到哪裡還不太清楚 但是 既然是我們職案組的專業的人員 那我們也想要現在請教一下 我們葉毅先生就是說 今天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李行為先生的診案書 在這邊 那上面 上面寫得非常的清楚 我們的這個 天神醫院的診斷書 他們寫說 每週附件的 憑據 需要三次 但是今天 自治方 經濟俠大隊 卻否認了 他這個附件需要的工商價 那請問 勞動部這邊認為 這樣是不是 經濟俠大隊 已經違反勞基法 五十九條 有關這個 因為這個個案 相關的那個 陶淵市政府 其實是對陶淵市 環境經濟大隊做採訪 那相關的這個 因為 陶淵市政府 所以勞動部也是認同 陶淵市政府 今天對 新年紀察大隊 裁罰的這件事情 對不對 在書院程序進行當中 那或許的處理請求 我們會協助 陶淵市政府 來積極來協助 柯長你知道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說 我會一直要 我會一直要去 比較多不完 但是因為這個 法定上算說 書院可以三個月 然後又可以再延長兩個月 那等於半年時間 這個實在的公關權 不知道他的結果怎麼樣 那可不可以請勞動部 盡快 讓這個書院程序進行 讓他能夠有一個確定的結果 請問 我們前一次你程序進行 在辦理當中 呃 書院程序 好 好 那我們希望 可以盡快處理 好不好 那今天我們希望說 今天 我們的寧心會 職在勞工都到現場 那如果說 如果說今天 書院的結果 證明 金潔機察大隊 是違法的 他是故意 再折磨這個職在勞工 那到時候 勞動部的 結果出來 他有沒有 你們能不能 去針對這個公務員 失職的部分 移送到監察院 去做一個相關的處理 我們今天到這邊 是不是要凸顯 桃園市金潔機察大隊 公務員的違法 對不對 我們希望 勞動部 能夠做一個 中央的主管機關 能夠去 懲戒 能夠去凸顯出來 今天地方的 公務員的打擾 公務的問題 對不對 我們真的很希望 讓這個訴求 勞動部 也要納入到你們的考量裡面 因為 我們今天 來到這邊 想要勞動部表態 沒辦法得到你們一個具體回應 那我們至少希望 住院結束之後 如果說 證明公務員員的違法 七七七加道公務員員的違法 我們希望勞動部 真的 要把這個相關 的問題 再進一步處理 而不是讓公務員 繼續的 繼續再折磨 我們其他的勞工 對不對 那我們最後 我們也希望 我們科長 來提下我們今天的 我們的 陳行書 我們的訴求 非常簡單 就上面寫的 請立即駁回桃園 環境勤解 集查大隊 有關離西萬 附縣工商 加安的 老檢財法的訴願 因為今天 提出訴願的 並不是一般的地方 它是政府的單位 政府單位都已經被他自己的 左手 老東局認為他是違法的 今天還要繼續訴願 我們希望老東部 不要再容許這麼吃法 亂法的事情繼續去發生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請科長 我們接下我們的 那個 申請書